一凹一折再轉一轉 長條形氣球馬上變身 兔子 頑皮豹 天鵝 或是一束氣球花 如果你不會折氣球 沒關係 氣球本身就有不同造型 氣球不只有我們平常看到的 長條形 圓形 或是愛心形狀 在全台第一間 也是唯一一間氣球博物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形狀的氣球 像是 做出來也可以變成一顆紫色的蘋果 甚至有的氣球只要吹氣 就能變成一隻鳥 或是一顆皮球 樣式五花八門 這間位在台中的氣球博物館 也是目前台灣僅存的氣球工廠 每年平均產銷六億顆氣球 行銷全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 創造兩億元年營收 能在台灣屹立不搖五十六年 靠的就是與時俱進的技術與設備 海鮮上正在生產的小水球 一批三百顆總共八個步驟 兩小時內一氣呵成 零故技是讓它很快速的時間 讓它步走在上面 又均勻又快 讓它定位它平直 平直平一下 讓它吃飽 這一邊四個顏色 那邊再四個顏色 八個顏色 一次就八個顏色了 所以我們可以每天就一分出貨了 氣球要健康不易變質 關鍵就在熱燙脫酸這個步驟 如果沒有經過排酸會怎麼樣 它存放的時間會很短 大概半年不到就開始變直了 直變了 那直變的情形變成怎樣呢 簡單講 白色的話會變慢慢的黃 最後一道要烘乾之前 就是在那上面 如果說你沒有借到的話 你氣球離磨出來的話 就 黏成一坨啦 就像就像底櫃一樣 但這個機器是我們自己研發的 我們這個世界唯一的啦 氣球廠第三代 總機率游膳博 十六年前領先同業 導入自動化生產 目前擁有六條全自動氣球生產線 每天最高產能 可達兩百萬顆大小不一的氣球 從兩吋的小水球 到七十二吋的大氣球都有 還提供氣球印刷的客製化服務 在氣球上印圖案的工作 就像綜藝節目裡的氣球懲罰 正在工作的阿姨們 隨時都可能被碰了一聲給嚇到 剛開始學的時候 真的會怕 大家都會怕 但是年前台灣氣球產業 極盛時期 全台有二十家氣球工廠 當時全靠手工生產 但隨著產業外移 加上大陸 東南亞低價競爭 同業紛紛官場轉行 但總經理由善博堅持分流台灣 自動化產線不僅讓效率提高 氣球品質也大大提升 賣到連對岸中國的廠商 都來仿冒 仿冒 我的包裝全部一樣 加上連麵林台灣都放進去 那麵林台灣他敢放 那我想說國旗他一定不敢放 袋子裡面放國旗 箱子放國旗 連盒子都國旗 再加上黃偉商標 在那個風口的地方都放進去 那這樣才舉起 從那時候到現在 2004開始才用國旗下去體制 為了發揚MIT氣球的名號 十年前 游善博將氣球工廠 推向第一個新領域 做博管也是有一個目的 也是有一股 怎麼講淹不下那口氣 因為有人放風聲說 台灣沒有人在做的 都是進口的 我就在證明說我還在做 在這兒我們見到 台灣氣球產業的興盛 莫洛已再生 善用製造優勢 擴展產品服務 單價十幾塊的氣球 也能吹出億元商機